阅读单元四 记序顺序 目的在于协助家长 培训子女 掌握篇章里面的记序顺序 来到阅读篇章 藉此可以提高子女的阅读理解能力 大家都知道在一篇文章里面 作者往往留下了一些线索 是帮助读者去阅读和理解他的文章 在阅读单元四 提出一种线索 叫做记序顺序的线索 我先举一本单元一篇文章做例子 这个题目叫做《我的花园》 在第一段作者是这样写的 在我家庭院的前面有一片空地 爸爸就说这片空地虽然是小 如果我们能够把它变成一个花园 会不会是更好呢 于是乎我们一家人就为开闭这个花园而努力 在星期六 我王妹妹拿着座头和铲子 就去到这个空地上 是除杂草 以及将石纸清除 然后我们用一些砖头 就为一个小圈 捉起了这个花园的轮廓 直至到傍晚才会停工 在第二天 我们就买回了一些花草 种在这个地上 我将这个玫瑰花种在花园的中间 其余的花朵就种在周围 很快捆黑之间 就整个花园变得清幽可爱 现在我每天放学 我都会拿着一个花灑 向花来去澆水 我相信过多两个月之后 我们这个花园 一定开出很多美丽的花朵 在这篇文章里面 是作者将这件事件开辟一个花园 这件事件 其实是变成了很多很少很少的事件 例如说 开始的时候父亲提议 这个是一个小的事件 接着我和妹妹去除草 这个第二件事件 第三件事件就是用一些砖头 围起一个花园的轮廓 这个是第四的事件 然后他买回花草是第五的事件 接着将花种在花园上 是第六个小的事件 接着放学的时候 我去叫花淋花 这个是第七的事件 作者会看到 将这几个不同的小的事件 按照记序的顺序 是由头至尾将它记录下来 假如我们读者能够掌握 作者的记序的顺序 即是说 从父亲的提议 要开辟一个花园 到我和妹妹参与去除草 然后买回花草去种花 整个过程能够掌握这个记序的顺序 阅读起来便会容易得多 假如我们能够运用这些这样的线索 来复述文章的内容 或者利用这些线索来朗读 甚至利用这些线索来写作 便是无往而不利 如果我们的子女已经读完这篇文章 亦都已经掌握了这种阅读策略的时候 我们接着要有下一步行动 就是叫做活动的延伸 和学习的评估 请大家参考一下 我们的阅读单元总介绍的六象 便知道应该如何展开下一步的活动